一字眉 死亡八笔粉 死亡眼线 我觉得我的嘴巴太厚了 很丑 你的眼线怎么有点神雕侠侣味道 大家好 我是波罗拉琪琪 今天是做新手下内容 也是很多粉丝留言给我说 琪琪我想知道新手化妆该怎么化 刚好过年的时候看到我的表妹 就是今年刚刚上大学 new new is new new 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世界里 你跟他说什么色号 他其实根本不懂 他没有概念 回想一下我刚开始化妆是什么样 于是我打开了我的coco空间 求求爱 我平时吐槽的那种一字眉 死亡八笔粉 死亡眼线 刚开始化妆的时候 我姑姑对我说过一句话 说 万琪 你的眼线怎么有点神雕侠侣味道 就是那种老式港片里面 演那个侠客英雄那种眼线 你知道吗 如果那个时候 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知心大姐姐 教我人生中第一个妆 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不可能一上手化妆就会非常好看 了解你自己的五官了 了解你自己的脸是需要过程的 那么我们说新手应该怎么化妆呢 强调氛围感 弱化技巧感 主题就那么一个主题 那我们具体开始操作了 脸吧先做好保湿 今天所有介绍的化妆品呢 全部都是没有广告的 没有任何的比较贵的东西 最贵的应该就是这个粉底液了 也才六十多块钱 其他都是二三十就能够买到的 首先呢是Fetamide的这个粉底液 它有一定的遮瑕力 但是它又非常的薄透 它没有特别干 也没有特别润 比较适合新手党 量不要太多 一磅左右 一点点上薄薄的铺开 底妆呢一定要薄透 就是非常干好的状态 用这个格纤的 很遮瑕 还有很便宜 一定要少量的用 有肋沟 黑眼镜的地方 点在上面 尽快的把它推开 底妆呢就已经差不多打好了 用一个三红膏 这个三红膏我去年夏天最爱 很好的拍开 就可以跟你的底妆融在一起 不要太多的量 站一次两边脸就够了 差不多这个眼 最外围这个地方 一定不能低过你的鼻子哦 你们选择腮红的话呢 千万不要选特别粉调的 大部分黄皮女生 是没有那么适合粉调的 建议选择橘色调的腮红 就很自然 看起来呢 就是像你的气色很好一样 阴影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入这款卡妹的 它非常的淡 同时它有三个颜色 高光部分以及鼻影部分 都可以画到 准备一个腮红刷 它的范围不要太大 它抓粉力其实不重要 因为我们用的东西就不是很上色的 准确的画到你范围的就可以了 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每个人脸这边都有一个凹陷了 然后在凹陷的上方 包括凹陷这块地方 一点点就好了 在这根线这里 这根线的底下 带一点 刚开始学画妆先把这种大面积的东西学会 再画小面积的东西 眉毛大家说哎呀怎么办 我的眉型不确定啊 我刚开始画眉毛 不要用这种上色度非常强的细眉笔 我建议就使用这种眉粉 比较浅的颜色 先把你的眉毛的形状画好 不需要画很挑啊 很夸张的眉毛 找到你眉峰的位置 你就在这里加强一点 顺着你的眉毛往后画 所有的眉毛都是 眉头到眉峰的位置要比眉尾长的 同时眉头要比眉峰低 记住了 现在两边的眉毛呢 基本上画好 定了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眉型 作为新手的话 千万不要对眉毛动太多 手还不稳 你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眉毛 接下来呢 我们要准备两个刷子 一个刷子呢 是这种比较松散的这个头 然后一个是非常小的那种细节刷 从头到尾只需要用到这三把刷子就够了 鼻影的话 用刚才这个Canmake这个 千万不要画非常浓的 非常夸张的鼻影 像我一样 鼻头非常圆的话 在这个鼻孔的上方 这两边 眉毛最偷偷 画到眼睛头的位置就好 就能够把你扇根提起来了 这里中间稍微轻轻的过渡一下就好了 眼睛的部分还是用到这块东西 拿这个大刷子中间的这一部分 不需要考虑什么范围啊 或者什么东西 拿这个小的刷子 还是占它这个中间这三个眼线 画到眼球中间的位置 让你的眼影上下都连接上 拿出你的眉粉 还是用这个刷占眉粉的最深的这个颜色 代替眼线 拿笔尖 怼这个地方 不要拉长太多 差不多我这种程度最多了 这个眼尾的这个角度 怼上去 用眉粉不容易出错 同时呢 比较自然 画好这个之后呢 最重要是要画卧彩 不管如何 你都要试试画卧彩 这个鱼粉 然后在手上打到一个非常淡的层 底下加强这个阴影感 就是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阴影线不要太大了 高光色 这里面有配 轻轻的点在你的前半段 一定要自然把它抹开 很有那种秀质感 睫毛呢 我用的是这个BOB的 才10块钱 还9块9 比较纤长 去年到现在我发现 睫毛往下刷 特别适合在日常生活中 就有点像那种娃娃睫毛一样 它有个阴影感 周围跟你相处的人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见你的睫毛 在大学里面想要勾引小男生 勾引周围的哥哥 弟弟什么有的没的 人家又以为你没有刷睫毛 大家就觉得哇 结构女生的睫毛 睫毛那么长啊 睫毛膏上面所有的余量 全部都刮掉 然后变得很清爽 轻轻的往下 让认真上课 前周的男生转头看见的时候 你睫毛微微下垂 其实是非常有存在感 为什么在新手推荐里面 我还会推荐高光呢 它是非常加分的 会让你的皮肤显得非常晶莹透亮 呈现你这个年纪该要的energy 我建议新手不要随便画鼻子高光 会显得很凸抹去 而且你的妆容会显得很脏 尽量就是在你的这个 这两块地方上 我这块高光很便宜 MUA的大概也就30多块钱 在你的这个塞这边 你看带一点点光泽 量一定要少 侧脸的少 诶 有一点点shining 这里带一点点 其实说实话 我买第一支口红 是我大学毕业第一年 我整个大学期间是非常自卑的 我觉得我的嘴巴太厚了 然后我觉得很丑 基本上整个大学都是涂唇膏的 口红的话新手朋友们 第一支口红 不要选眉红像的口红 真的会显得你牙齿特别的黄 一定要选择橘色系的口红 这支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MUMAXANI应该也很便宜 这支南瓜色我本来不喜欢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很美 清点 一下两下 然后上嘴唇一下就好 尽量学眼光的 带一点这种橘色淡淡的 是那种很适合去上学 第一次上学的妆了 用这个妆带你入门 然后进入整个makeup花花世界 我觉得是非常好 就到这咯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咯 阿里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